诊所柜台上助记价位 发烧筛减流感A型加B型特别排在前面 就是因为流感它又来了 高纯有一名8岁男童6月14号 因为发烧头晕等症状到诊所就医 经流感快筛为阳性A型 一时立即开里流感抗病毒药物 没想到男童在隔天15号出现意识改变的情况 当日便住进加湖病房 却在17号不幸死亡 经中央疾病管制属研判 此案为流感重症确定病例 经卫生局疫调 个案它所就读的国小班级 课后班以及补习班 以及同住家人的部分 都没有相关的疑似症状的个案 如果我的族群 比如说5岁以下的小朋友 2岁以下的小朋友 或65岁以下的成人 具有慢性病的 他们可能就是会比较会得到这些病 甚至得到重症 重症里面包括有心肌炎 有脑炎 甚至有恨文剂溶解 流感真的来势汹汹 根据疾管署监测 流感在6月初又重新进入了流行期 而且光是上周就新增了77例重症 10例死亡 类流感就医也达到9万5千多人次 比前一周又上升了6% 我们流感疫苗就是每一年一定都会带小朋友去打 我们就是现在下公园回去一定会是先洗手啦 那学校幼稚园放学的话也一定会先洗澡 就只能从自己的卫生做好开始 最重要的就是预防 我们的口罩还是要提醒大家 还是要把它戴紧 如果说有人在咳嗽 打个喷嚏清喉咙的人 我们都要远离他们 就是大概两公尺 预防剩余治疗 民众要勤洗手戴口罩 随时注意周遭有人的身体情况 才能有效避免疾病上升 欢迎新闻林维凯 林伯瀚 刘北娅 高雄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